不停的在上个礼拜五 就美国的这个交易收盘了之后 他宣布说要把美国的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为负向 其实展望大概是三种 正向 稳定跟负向 正向的意思就是说 我未来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之内 我一定会调高你的评级 看好 看好 调高你的信用评级 如果你是AA 我可能就调降为这个AA plus 然后AA plus 我甚至于可能会调升为chip A 这个是这个正向 如果是稳定的话 大概我未来半年之内不会动你 但如果调降为负向 他其实就是释出一个很强烈的讯号 告诉你说 我在未来的可预见的半年到一年之内 我应该会调降你的信用评级 除非我所点出来的理由 你能够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目的的理由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怎么改变 根本不可能改变 所以目的势必会成为第三家调降美国性品的公司 那么可是他其实是第三家 而且是最后一家 全世界不过就三大性品机构 那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那么第一家当是标普 那么标准Polar是在 12年前2011年8月5号的时候 将美国的长期再信平等 由chip A调降为AA plus 其实你知道他在调降之前 也曾经提出警告 就是我将你们的性贫展望调降为负向 他是先经过这个动作 所以当时市场很意外 可是从标普的想法来看 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模型 都显现出来说 你不可能是chip A了 那我之前也警告你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反应那么激烈 然后那个时候 股市一天纳斯达克跌6% 所以呢好像就是世界灾难一样 他想说美国是不是要破产了 那么当经过了12年 大家发现美国没有破产 那么所以目的就算是最后一家调降 像美国信平的这一个公司 美国也不会破产 我这边还是要提醒 但是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 去债务化的过程 那你要知道去债务化 就去杠杆这件事情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辛苦的 都是痛苦的 那么这个是未来才要承受的一个情况 好那他当时提出来的两大理由 一个呢就是 今天那时候美国刚好又经历了一次 这个债务上限谈判 然后美国政府可能要关门 那时候是欧巴马时期 然后呢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达成了 共识提高了债务上限 免除了政府关门 结果标普居然调降他在债务平等 然后调降到AA+. 然后呢同时第二个部分呢 他提到了 其实他主要的是讲他的治理上的问题 就你的两极政治让你无法治理 到了今年8月1号的时候 Fitch就是惠玉 是第二家将美国长期再信 从Chip-A调降为AA+. 那么但再信就展望就列为稳定了 他调降的理由 其实你会发现说跟标普的理由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你的治理能力 讲的治理能力就是讲两极政治 你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国会里头不断的吵吵闹闹 动不动就让美国政府随时有可能关门 这件事情让所有的在权人都受不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财政前景恶化 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目的也同样提到了一个同样的状况 这才是现在美国恐怕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12年前还没这么严重 12年后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更严重 那第三个部分是总经环境负面 那是总经环境负面 是因为Fitch他对于美国的经济在明年 还能够维持着今年这么强劲的成长 是给予负面投票的 就认为说明年美国经济没有办法像今年这么好 甚至于会有衰退的疑虑 所以他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还是两极政治 第二个理由是财政恶化 第三个理由是明年经济可能会很糟 那你的经济很糟的时候呢 你就收入会减少 财政收入会减少 可是你又必须要用这个财政扩张的方式 就像最近日本不是又推出了200多亿美元的 扩大财政的扩大预算的这个方案吗 就你必须要在预算面增加支出 而你这边的收入面会因为大家所得减少而减少 那收入减少支出增加 你的赤字不就又变大了吗 所以会议提出来的是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说12年来 好像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我最近先提一点 因为标普500 不是标普标准普尔这家公司 在12年前 他们呢 把美国的长期载性评级 调降到AA plus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总裁 就是他的那个负责人 他每天出门的时候是要带保镖的 因为他觉得他随时会被暗杀 随时会被攻击 他是有接受美国的这一个公共电视 电视广播网 然后访问的时候 他是有公开提到他那一段的过程 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美国政府就针对着标准普尔 其实是穷打猛打 后来其实还因为标普呢 他在这个2008、09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当时其实他们有把一些 比如说房地美房地美的那一些资产 然后认为说你高估了他的评级 所以罚了标普非常多的钱 好 那所以当时标普其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那最近啊 其实在今年9月的时候 因为又面对政府关门啦 然后会议调降姓平啊 那大家就重新回去访问这位总裁 这位总裁呢 与众心长的说 这12年来 美国政府没有听我们的警告 相反的情况只有更恶化 好 这个是我稍微的插一个题来谈一下 标普当时所发生的时期 那目的啊 就是第三家 那全世界公认的大概就三家 当然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区 可能都会有自己扶持的性贫机构 可是呢 原则上在国际上面最受瞩目的 大概就这三家 因为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再信 到底最后必须要负担 多大的利息负担 其实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目的呢 调降姓平展望到负向 还没有调降他的姓平哦 调降到负向的原因 一个就是 对不起你的财政太恶化了 你的赤字未来 将会保持在极高的水准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Fitch 他所提的第二点跟第三点 那第二个理由 就是从一开始 标普也好 然后会遇也好 提的是共同原因 你的两极政治 让你的治理能力几乎无法持续 动不动就政府关门 动不动就预算无法通过 这件事情是让债权人没有办法承受的 那其实他提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要面对 美国政府会不会关门呢 因为他的临时拨款法案到十一月十七号为止 所以他又要面对政府关门的问题了 他会反复上演 因为就算这一次过了关 那按照新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江森他所提出来的方案 过了关 对不起哦 他还是要面对两阶段的关门疑虑 第一阶段是一月十九号 第二阶段是二月二号 所以他随时还是要再关门 所以这两个理由 各位觉得他这两个理由 在美国政府在短期之内 有任何的契机可以改变吗 你觉得可以吗 看不出来 好所以那未来半年 目的条件他的性贫看起来就变成理所当然了 那这件事情对于股市影响不大 对于甚至于对债券市场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美国实现其供债质利率小幅度的上升 这边价格小幅度的下降 没有遭遇到抛售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啊 司空见惯了 你看当初标准普尔 这么激烈的震荡还不都回来了 对 你看Fitch 也是遭激烈的震荡不也就回来了 大家就觉得说理所当然 视之为这个小事情 但我之所以要来谈的原因是 你去探究目的 在这个时候要去调降美国性贫展望的原因 这两个理由难道去年没看见吗 前年没看见吗 或说惠玉在调降的时候他没看见吗 那你觉得他这时候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我其实大胆的预测 一方面他们的模型也跑到了这边 可是这恐怕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状况 真正的情况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再不调降 那么他们可能来不及 因为很多的机构是根据他们的信用评级 来决定资金成本的定价的 那么如果说因为你的评级太高 到最后出现了可能是一个短期违约 或者是因此他的债信出现了什么状况 理论上来讲他是可以告目的的 那目的是唯一一家还在去破A的 他很容易成为被告的标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自我保护 我不太认为他是跟进而已 他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 我千万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万一未来出事了 那我会找大美 态度是保守的 对我觉得态度 他的态度反而是保守的 那我们就要来看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他的债务利息 是很严重的 这个是Bruber他们去做的研究 发现到说 因为美国的财政年度 我每次对你知道我从 从年轻的时候跑新闻 就被那个财政年度 会计年度 历年制 就搞得这样子 晕头转向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地区 甚至又这样讲 美国的政府的财政年度 是10月1号到隔年9月30号 可是他很多的公司的会计年度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也有从4月1号到隔年3月31号的 就美国的公司 所以每一个公司都不一样 好 美国的财政会计年度 他是每年的10月1号到隔年的 这个9月30号 他根据10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 去换算成为一年的利息支出 发现在未来这一年 就是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 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将超过一兆美元 事实上2023年的时候呢 已经支付了是8793亿 而今年一定还会再增加 两个理由嘛 利率上升 你新发行的债券利率非常的高 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 你的债务还在增加 他去年的财政赤字是一兆七千亿 要比前一个年度 整整增加了三千多亿 估计新的这个年度 从2023年的10月1号开始这个年度 估计他的财政预算赤字 至少是两兆 所以你的赤字又增加 债务增加 然后同时你的利息又增利率又增加 那你利息当然会增加 所以他光是支付利息就要一兆美元 比他的国防支出都还要来得高 他国防支出大概八千亿 所以他会比他的国防支出都还要来得高很多 这个是 所以Bluber就认为这件事情无法持续 所以他还会有抛售债券槽 只是现在在休息而已 这是Bluber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因为反正美国的制度跟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对于台湾的制度研究了很多年 但是要去研究美国的制度就会变得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美国制度跟台湾制度真的差太多了 好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其实是 因为他们并不是行政部门有一个什么像台湾的主计总处 然后呢我会统计出我每一年的支出多少 收入多少 然后接着呢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赤字是多少 债务要发行多少 然后拨付的过去的这个盈余要多少 税计胜余要多少 这是我们主计总处在做的 那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单位 他们主要呢 其实是由国会预算办公室 就按照他们的法案规定的强制性的支出 然后呢以及临时 以及他们每一年通过的拨款法案 一些非强制性支出 加总起来看支出多少 然后再去算财政部这边的税收多少 然后去算出赤字多少 好这是他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这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 我去国会预算办公室呢 接下来是这个图 这是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 这已经是最新估算了 去估算说呢 从2018年到2023年的整个的预算 占他GDP的 就他的赤字占他GDP的比重 所以分母是GDP 分母是GDP 而分子是他的赤字 我们知道说欧盟有规定 就是呢 如果你的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3% 是不可以加入欧盟的 如果你超过3% 你必须要缩减你的预算支出 那么那美国呢 很长期平均来说 他的赤字占他GDP的比重 大约是3.7% 过去50年平均 有的时候高 有的时候低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最新的数字 当然在2020年 2021年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时候的 就是他们有一堆的援助法案 然后呢 发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当时的赤字占他GDP的比重 最高的时候 会达到将近15% 我觉得 我现在回想起来 都觉得这实在太惊人了 那么 可是呢 2022年改善了很多 但是即便改善了 2022年的财政赤字占他GDP的比重 还是高达了5% 5%点多 可是到了2023年 又恶化 恶化成为6.3% 那这个虚线的部分 是美国内部自己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学生贷款 到底要不要让他暂停 这个支付 这个虚线是 是假设性的一个情况 那反正假设性的状况 对我们来讲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你就看那个实体的线就好了 这个实体的线 2023年 又比2022年恶化 所以疫情过后 2022年是改善了 可是这2022年的改善还没有回到2021年的水准 也没有回到平均3.7的水准 他2023年又恶化了 我们再往下看 你会发现 接下来恶化的速度是更快的 那么这里面呢 深蓝色的线是已经发生的财政赤字 就是他的债务增加的这个额度 那他的单位是10亿美元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1000代表的其实就是1兆美元 2000就代表2兆美元 那你看这个深蓝色 当然2020 2021我们再次提 你可以说他是例外状况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呢 他这个财政赤字特别的严重 占GDP的比重 或者是总额度都非常的高 可是那个浅蓝色的线 就代表他们预估 未来将会发生的赤字 其实从2023 2024是一路恶化 他们的计算是很精准的 他们不是说我随便估一下说 你成长多少 我这边估多少 那他要去算说 因为我的法律规定了 然后必须要强制的支出是多少 然后我估计在其他的非强制支出 我可能的支出的状况是多少 而我的税收是如何 你会发现那个财政赤字 一路恶化到2033年 十年后 一年的赤字会达到两兆八千五百亿 两兆八千五百亿 我记得日本的GDP 一年也不过就是四兆多 不到五兆 所以等于是一半的日本的GDP 超过一半 对 所以你看那个数字都是很惊人 但我还是要说 他太保守了 这是今年五月的预估 因为呢 到了今年九月底 他们 他们没有再进一步的去估 长期的预算 还没有新的出来 新的还没有出来 最新的还没有出来 理论上这个月应该会出来 可是你看这2023的数字 2023年呢 当时他们预估的预算赤字是一兆五千三百九十亿美元 但是他们其实十一月初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到九月底为止的2023财政年度 他们的预算赤字是一兆七千亿 所以光是2023年他就低估了 那2024年更是低估了 因为现在估计2024年可能会到两兆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估计是两兆 那国会办公司 国会预算办公司还没有最新的估计 可是光是这个估计就已经很惊人了 而他们的估计还低估了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么当你说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债务来讲是不是不可承受的 那我们就来看他这个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长期快速拉伸 因为这个是你看那个预测的虚线图 实现的部分是实际的那个深蓝色线是曾经发生的 当时在最严重的时候是24世界大战的时候 1940年代1950年代 那是24世界大战战争之初这没办法 然后之后呢 其实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 将他的债务之初已经降到了最低之后呢 开始逐渐的攀升 在2008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他们就有一点脱江野马的味道在 开始让他们的赤子放任的上升 以他们赤字上升的速度之快 才是惊人的 那现在他占GDP的比重 其实已经来到了百分之118左右 那你说这个注资到底高或不高 他不是第一名 还在他前面的 还有日本啊新加坡啊意大利 可是我必须要说 第一个是就速度来看 他的速度太快 那第二点是日本啊 因为是一个储蓄率 日本跟新加坡一样 日本跟新加坡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他们绝大多数的债务 其实是由国民自己持有 那么相对而言 抛售也是内部的问题 可是美国如果被抛售的话 那就是国际问题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然后呢第三个很大的不同点是 那么新加坡 我觉得新加坡尤其不同 因为新加坡他们有很多都是属于政府在做的事情 所以政府有非常多的债务 可是基本上是可回收的 就说我是一种投资 我不是一个纯支出 可是美国是纯支出 这跟新加坡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甚至跟中国大陆的状况不一样 因为我有很多的 就算我投进去 比如说我投进去100块做基础建设 就算我回收是30好了 至少我不是全部不能回收 可是在美国是全部不能回收的 所以他的那个债务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第四个是 难道你认为美国真的想要像日本一样吗 你回到日本的状况 今年的股市虽然不错 可是人民生活是很惨的 因为你看到日本不断的贬值 其实他的债务高足付出来的代价 就是他的货币不断的贬值 难道美国真的希望他自己跟日本一样吗 那至于另外要去跟意大利来比较 那我就无言了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其实是 从债务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是很有问题的国家 那么这一点是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说目的所说的你的财政不断恶化这件事情 事实上美国自己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其实所做的资料都是如此 然后包括了 其实这已经有太多分析机构都已经提出来了 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 所以这件事情 他终究会让市场 越来越多的机构 被迫要承认这件事情 而当他被迫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他不可以去碰美国长期公债的时候 那一笔资金不能碰 两笔资金不能碰 三笔资金不能碰 还是回到原点 就是谁来买长期公债 而你要发行更多的长期公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其实上个礼拜 我也发生了一件 上个礼拜四 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 美国上个礼拜有标售十年期公债 又有标售三十年期公债 十年期公债的标售状况还算好 因为终于公债殖利率拉回了 所以呢 他的标售比前一次的标售殖利率稍微低一点点 然后他就松了一口气 那再隔天就标售了三十年期公债 就发现说状况很惨 所以他们就形容说是彻底的灾难 因为需求很惨大 他还是标售完了 他也是标售完了 但是他用很多比例 就包括了申购的比例拉 然后呢 还有包括了申购者所愿意购买的时候呢 我要的殖利率 然后呢 那个区间范围很大拉 还有很多是要求一级的次级公债 交易商 你全部给我吃下来 因为二级的进来买的人太少 而且这里面有一项工具 我其实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隔夜逆回购工具 ON RRP 那个ON是Overnight的意思 那这是2013年的时候呢 美国联署会设计的一套制度 那这套制度呢 说穿了就是 我一方面在印钞票 就是我不断的QE 二方面呢 当我觉得是市场资金过于泛滥的时候 再把资金呢 用这个逆回购的方式 把资金收回来一些 需要的时候再放出去 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它的流动性 其实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美国的公债不断的大量发行 然后呢 联准会又QT 就量化紧缩 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利用的 就是这个逆回购工具 然后来把 来稳定这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让这个债券市场 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来买 但是他最近消化的速度太快了 这就是这一则报导当中 指出来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你用逆回购的工具 可是你的资金快速的流失 你快要没有足够的工具 来购买足够的债券 因为不要忘了 他今年要发行的 可能超过两兆美元 而你现在的资金 已经不到一兆美元了 这点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压力 他不可能用到零 因为用到零的话 对他来讲 他是不可承受的一个灾难 那这会让他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失去一个重要的工具 这点是 所以我就先点到这边为止了 那细节的部分的话 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不会啊 你看美国公债反扑了 价格上涨了 资率往下跌了 你来看美国十年期跟美国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在十月底的时候 来到了十六七年来的高点之后 其实都回落了吗 代表价格上涨了 但我这边要提一点就是说 我认为当时飙升的速度太快 就是他的殖率飙升速度太快 代表他价格崩落的速度太快 所以出现了反弹 可是这样的反弹 并不等于趋势就逆转了 因为刚刚我们所提的结构性问题 还是回到那个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能够被解决 我不认为他能够真正的逆转 事实上他比较像是一个嘎空行情 因为在十月底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看到 在这个市场上空头部位 空前历史的高 反正我跟你讲 人多的地方一定有危险 一窝蜂的去做多或做空 一定有风险 而当时就是太多的人去做空 如果你在九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发现这件事情 OK我们九月的时候提出警告 我觉得那时候OK 可是到了十月底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短 波段的最后一棒 但我其实在观察 他如果没有跌破四点五之前 我还是认为 他其实直率率上升的幅度 还没有结束 他的债券还没有真正的稳定下来 这是长天期的公债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来看几位 那刚刚提到的是 他不是因为货币政策升息 而导致的高值利率 他是因为财政无法持续 所导致的债券被抛售的高值利率 这两种情况是分开来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来看最糟的状况是 如果因为债券被抛售 而出现的高值利率 而这时候出现衰退 而事实上这个几率就变得很高 因为利率高到 让很多人的消费行为 投资行为无法持续 我们就来看这个 双线资本这家 这个私募基金的执行长 刚拉克他的看法 他新债券王 他是投资债券 然后来获利的人 他说呢美国呢 33兆美元的债务删 让人更加担忧 他认为明年就会陷入经济衰退 好那他有讲很多的理由 不过我觉得今天早上 我看到这一位 就是麦格里集团的策略师 Wisman他提出来的五大理由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 他说呢现在很让人担心 第一个是美国信用卡的违约率 正在快速上升 他里面举了很具体的数字 都是最近其实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 包括了纽约联准银行 所调查出来的结果 然后以及呢最新的一些统计 就是信用卡的违约率 占就严重违约率 其实已经达到6% 这个其实是近几年来的 新高水准 而且是快速上升 而且不是只有信用卡 包括车贷 还有包括了这个学贷 违约率都在提高 当然美国人贷款的第一名 就民众啦 一般民众的贷款第一名 还是房贷 那房贷因为固定利率的关系 其实目前并没有严重的违约 好这个部分我们要先说明 还不至于导致像 2008、09年金融海啸 那么严重的状况 因为大家学乖了 大家都用固定利率来买房地产 所以还不会到那样的状况 可是信用卡违约率上升 车贷违约率上升 然后呢 以及这个学贷的违约率上升 它一定会让借钱变得更困难 然后呢 会让更多的人 必须要缩紧荷包 然后同时会 就会导致消费上面的一个影响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 民众的储蓄率下降 其实民众储蓄率 已经降到3.4%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他们真的快速的把他们的超额储蓄 全部用完 那第三个部分是 不管是美国的经济研究联合会 这个conference board 或者是密歇根大学 所做的消费者信心 都是连续三个月下滑 那第四个部分呢 是他们做调查 访问了一千位的这一个民众 然后就发现说呢 因为即将进入美国的购物季 就从感恩节一直到跨年 对不对 那是他们的购物 旺季的旺季 那么可是呢 他们的调查 发现打算在这个购物旺季 大买特买的人 只有35% 这个比去年 然后去年因为股市一路从2月跌到10月 其实经济很不好的状况之下 当时还有39%的人要大买特买 那今年只剩下35% 第五点就是 按照10月份的这个 非农就业报告里头 发现到说 零售业为了购物旺季 所新增聘的人力 是历年来新低 那你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 就不会有人更多的疯狂消费 而且也意味着零售业认为 这一次的购物旗 消费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这五项警讯 你仔细观察 都跟消费端有关 因为美国七成的经济成长来源 来自于消费端 如果我消费力道没有了 请问一下你要靠什么来成长 你要靠投资吗 可是现在利率这么高 投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那我们就要来看 这里面所提到的消费信心滑落 其实这个也是上个礼拜 我最新的书 这是密歇根大学所做的 消费者信心调查 这个调查当中 你仔细看那个圈起来的部分 那么在蓝色的部分 就是消费者信心 他一口气 从63.8降到60.4 这个速度之快 是创了六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且数字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这里面比较让人担忧的呢 是那个预期 对于现况 还有65.7 可是对于未来预期是56.9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 在受访的时候提到 对于失业的担忧度提升了 那这个会担心失业 一定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发现到说 他不像以前那么会赚钱 我才会担心我会失业 这个比例升高了 然后有这个36%的人提到说 因为利率太高 然后他没有办法借到车贷 所以他没办法去买汽车 这又符合了马斯克他所说的 现在高利率已经会影响到汽车的销售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讯息都凸显出 刚刚公布完的第三季的美国经济成长率 那么的亮丽 可是民众却那么的悲观 就业市场那么样子的好 可是民众这么的悲观 他背后的因素看起来是扎实的 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密西根大学 我们刚刚提到的conference board 就是美国经济资商会 所做的调查其实方向是一致的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们所做的通膨预期 其实是拉升的 对于未来一年 那么估计美国的通膨率 是4.4% 明天今天晚上 他们就会公布最新的 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一般认为可能会降到3.1% 可是为什么民众会预期是4.4% 这点让我非常好奇 就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点恐怕不是我们现在能够 很快的回答的问题 而对于未来五年的平均 这个通膨率 3.2% 其实这个 对不起 5.3.2的这一个 长期的通膨预期 其实是12年来的新高 你看一下这个数字 蓝色的这一条线 它往前挪的话 其实之前 对于长期通膨预期这么高 是2011年 那长期通膨预期高 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会影响人们的 这个在争取薪水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那个汽车罢工 还有最近完成的好莱坞罢工 其实都是类似的状况 我因为预期未来通膨会很严重 所以我要更高的薪水 这件事情 它对于通膨要控制 其实有压力 接着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 超额储蓄 这个是旧金山联准银行 所做的研究 因为它这两位研究员 这两位研究员 他们呢 其实大概从去年开始 就特别的去研究 超额储蓄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看到了吗 2020年2021年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撒钱撒钱再撒钱 川普撒了两笔 然后拜登撒了一笔 那么这两笔钱 形成了美国的超额储蓄 那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 它的计算方式呢 是按照COVID-19发生之前 你看到它的储蓄率的一个情况 储蓄额度 储蓄总额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算它自然成长 所以就变成了那条虚线 那如果说呢 超过这条虚线的 就是超额储蓄 这是合理的储蓄额的之外的 对不对 那红色的呢 就是我的储蓄率低于 我的储蓄总额低于正常水准 表示我是去花以前的钱 对不对 所以你把蓝色的 扣除掉红色的区块 就是它在疫情期间 所得到的超额储蓄 它花用的状况如何 那我们就看到蓝色这边呢 一共是2.1兆美元 而红色的部分到9月底为止 是1.7兆美元 所以他们估计 美国的超额储蓄 从10月开始 就只剩下4000多亿 当然这个估算 他们有调整过 我是说之前他们本来估算的 可能花用更多 后来9月底的时候 他们根据美国最新的 经济分析局的数字 有做调整 所以这是最新的预测 这是10月8号才公布的一个数字 那因此你看到那个 整个的那个 后面右边这一张的 这个曲线图 在最高时刻 2021年8月的时候 它的超额储蓄2.1兆 而现在估计只剩下了 4300亿美元到9月底 那下滑的速度非常快 最重要的是 其实在疫情期间 很多国家都财政宽松 都发钱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西欧也很多国家 都有财政的宽松 所以都有超额储蓄 可是全世界超额储蓄 成长速度最快的 这条红色的线 就是美国 但下降的幅度也是最快的 而欧洲这几个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跟西班牙 他们一发现情势不对 他们就先省吃俭用 所以今年欧洲经济很不好 因为大家不敢花 超额储蓄的钱 可是美国人很敢花 所以这就是美国 今年经济一枝独秀 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过去 在看超额储蓄 然后这个花用的 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 他们就说 哎呀西方人就是不储蓄啊 他们就是呢 有了钱就尽量的花 我就说我要纠正一下 不是西方人 是只有美国人 是只有美国人 这样 你看就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如此啊 意大利西班牙 然后德国法国英国都不是如此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状况 究竟能不能持续 那么我就先说明 就是说我认为 这是我所提出来的最糟的状况 就是殖利率还没有升完 它会升到5%以上 我认为这个几率到目前为止 超过60%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软着陆的几率就变低 它硬着陆 衰退的风险 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这两者最糟状况 我认为几率其实有点偏高 60% 当然它还是有机会 达到最好的状况 就是我在经济还没有衰退之前 我就已经完全把通膨 控制在2%以下 然后因此我就可以快速降息 降到2.5%以下 让市场呢安心 那这个时候呢 股市的大繁荣 就可以刺激美国经济 继续的这样子的大消费 因为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出现 我认为几率也有 大概20%的几率 那今天我进来之前 我看到瑞士银行啊 甚至于估计明年 美国就会大幅度降息 2.75个百分点 不止一个百分点 降2.75个百分点 但这个背景是大衰退才会出现 否则你没有大衰退 你干嘛大降息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种最坏的状况 我们先预做准备 总比这种最坏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措手不及要来得好 如果它出现的是最好的状况 那恭喜大家 我们逃过了一劫 但是如果是这种最坏的状况 我们要预做好准备 好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题目 第一个我只觉得 因为因为金融的预测呢 本身存在的很高的不确定性 那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一夜龙或者美国的一些的 一些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些领头羊 不断的在做一些互相矛盾的喊话 有的人会告诉你说 美国的经济呢会软着陆 那美国经济最早的情况已经过了 但是你同样的能力也会听到 指正历历的就说呢 美国的美国的经济的危机呢 并没有过 基本上面一直都是在引证止渴 那从我的从我或者说从东方 或者美国以外的任何的对经济当中 稍微有概念的人 你大概都会对于美国 你只要把美国的所有的经济数数字 特别他的金融面的一些的数字 拿出来看一看之后 你你回头去设想就是说 如果那个是你家的财务状状况 你会不会安心 你一定不会安心 你一定会觉得 我家里面要做大的大问题 不会如果我是帮助 然后呢 去买我们家债务的人 都是我的帮纵的话 对这就是 这就是说你你你认为 你能够把你的风险 能不能够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那这个是美国的过去的优势 因为因为在在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的历史的更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候 除了透过的帝国主义的扩张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会成长 那基本上面因为因为你的农业土地人口固定啊你的你的GDP大概都不会动 那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 对就这GDP的都都不会动 所以那那我要如何变强大 那我只好扩我扩张当我呢当我掠夺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 哎我好像的就就变强那是唯一的 可是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认为呢你可以透过呢 透过透过生生产工工具的革新技术的创创新 你就找到了一个我没有扩张领土但是我的GDP呢会成长 因为我的生产力提高了 好那美国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他的他的技术创新能不能跟得上 我认为他已经到到了一个很margin的边缘 就就是不管你现在谈AI啦谈谈什么东西 他能够提供给美国经济成长的动能 已经不足以呢去满足了美国现在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的经济体的足够的动能 因为换句话说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能量的越来越多 可是现在的现在的现在的一些的技术的创新能够提供的能量是已经是撑不住的 好那刚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奉卿提到不管是呢从从从最最早说的标普啦 然后然后然后呢会议啦到目的 对因为这这这这些的这些的性评性评级机构 他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让那些很保守的 然后呢不太有有脑袋的资资金 他不是光是讲而是后面会有很多的资资金会跟着他一起动 重新定价 对就是他的他的客户然后会跟着他一起动 然后去调整呢他在他在所有的投投资当中要摆在美国多多少 在在多少股市多多少 然后海外多少那个呢配置呢就会跟着跟着动 或至少我会根据你的这个评级然后决定我要付多少的价钱才愿意买这一个债券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知道知道他现在刚的平等出来因为三家现在都都都一致嘛 三家都一致好 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会那个目的期还没有调降最后的再性评级 而只是我先告诉你说展望已经是负向 展望已经已经是负向的就方方向上面的都一致的那接下去呢就是就是大家大家最最早兄兄弟站在一起那种的是一种的是一种缺乏自信的逃亡现象就就就是呢你会你会发现当一个当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许多人是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但是都宁愿朝同一边跑就是那种要使大家就就一起死你知道这这三家现在的态度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知道哪个方式对但是没关系要要死大家都都都一起死大家一起死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少很多这是人的一种很蠢的反应就是好像大家都一样糟的时候呢我我的心里就宽慰很重重对合理啊从对那没有没有错啊就是那个那个是心心里方面的问题好那现在我我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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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啦特别是特特别是东方东方政治的 我说地球上面地球上面只有金金融圈子就一样东西是是最真实就是债务债务是最最真实的其他的呢你所有看到的那些的金融的专专专业的用语啦什么什么什么隔隔夜的就是说呢这个逆回购啦或者说隔夜的财款利率我告诉你他都只是在账面上面的对一般人来讲的是没有他都只是为了要让账面上面过得去所以他创造很多的新名字根本上面来讲的 都是要解决金融面本身在账面上面的所所出现的一些不好解释的部分我赞成对你这样讲我真的太赞成了基本上就是就是他其实对对对任何人对我们这些使用钱来来讲其实都都没有影响他就是金融圈子里面在做账的一个工具而已绝大部分你看到专有名词都是金融圈子里面跟他的央行或者联走会的做账的工具把账做出来的时候不尴尬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满足这个 这个水准你马上的你的你的你的债信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呢把隔一天的先挪挪过来给你的今天用或者把我的挪挪给你明天你再挪挪给我用大家都只是在玩这种的搬运法把当天的账做漂亮才会出现很多你听不懂你也用不到但是就是每天都在发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做账而已好账呢让人眼花了让对所以我说我说所有的金融金融的概念里面就一个东西是真真实的就是就债务 债务就是真真实实是你需要去面对的因此你要知道债务是真真实的而且债务没有好的没有好的债务你你千万不要不要想说哎有的时候呢可能基于那资金上面的最大的效率化那也是金融金融术语就是债务没有好的那除除续没有坏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会会有债务债务是欲望造成的而能够解决欲望的问题呢只有除除除续因为因为除续 那是对欲望的压抑债务的是欲望的膨胀所以只有欲望能够抵消的抵消债务的呢只有除去但是呢在在在美国的结构里面来讲为什么你稍微有有经济学ABC的稍微有货币金融概念的你看到美国的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我当然不是圈子里面我只是说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我不相信他有解 大家呢都在饮证止渴而已我想不出解决方式都在饮证止渴当你的债务现在是33兆你的你的GDP呢是23兆的时候你告诉我就是那个呢10兆的差距而且未来只会再继续扩大他如何去解决那因为美国的超额储蓄也是假的超额储蓄是政府的发钱灌出来的他跟了东方今天在台湾在大陆大陆不管债务多少台湾不管债务多少你知道老百姓的口袋 在台湾里面是有钱的老老百姓的超额储蓄是真实的是我们一分一毛去存存下不是政府发给我的但是美国不是美国的超额储蓄你刚刚看到的是很短的时间之内政府用扩大赤字的方式的举债的方把钱灌到你你身上让你去花花钱花钱创造一个苹果光的一个消费的容景他不存在储蓄我刚我刚讲就能够平衡债务的只有储蓄能够的平衡政府债务的能够让政府债务的能够让政府债务 稍微看起来不那么可怕的就是老百姓的超额储蓄但那个超额储蓄必须要是真实的可是美国今天再无视是真实的他的超额储蓄是假的因此他就不会的得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在东方来讲今天的日本的问题我认为没有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他都是内在中国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也是内在为主 对就是这种的内在的问题就就是在我家在家里面他也没有呢会受到太大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需要像叶伦这么忙的呢去找和何立峰的谈一堆事所以美国的问题我说了欲望的平衡点一边是债务一边是储蓄但是两边都必须要是真实的但是对美国来讲债务是真真实的储蓄是是假的美国的美国的经济从常识上面来讲早晚出问题那你会说那就像风金刚讲 那那那那怎么办就转移啊那就看今天的就是说的国际的环境里面还不存不存在美国可以以零为获的机会那个是呢最最大的我认为还是存在对了对可是可能也许是最后一波但我所以我这边要提醒哦如果我刚刚讲的这些状况都出现的话你觉得第一个倒大霉或者是倒霉情况最严重的会是美国吗不会是不会是通常是新兴国家所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们要做好心理的地方